只像言语的海上 大家好 我是林彦老师 下面我们继续朗读 斯维格的《昨日的世界》第75条 一只好看热闹的维也纳人 失去了一次大好机会 他们也已开始忘却这一悲剧世界 再说 在奥地利的人 通过伊丽莎白皇后和鲁道夫 皇太子的惨遭暗杀 以及皇室各种成员不体面的出逃 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想法 那位老皇帝在他的多灾多难的家族 历经磨难之后 仍将寂寞而又坚强的活下去 再过几个星期 弗朗诺菲尼兰的名字和形象 将会从历史上永远消失 可是过了大约一周以后 报纸上又突然开始争论起来 而且各报纸的调门越来越高 时间又完全一致 这就使人觉得绝非偶然 塞尔维亚政府受到指责 说他默许了刺杀事件 文章的一半是暗示奥地利对本国 据说十分受人爱戴的皇储被刺 绝不会罢休 人们不能摆脱这样的印象 正在准备某项国际法的行动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战争 无论是银行商店还是私人都依然如故 这种和塞尔维亚无休止的争吵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塞尔维亚 不就是因为他出口深珠 而签订了若干贸易协定吗 我已整理好箱子 准备到比利时去看维亚哈伦 我的稿子正写的顺手 躺在石棺里的死了的皇太子 跟我的生活有什么相干 夏天从来没有这样美好 而且看来还会越来越美 我们大家都无忧虑地看着这世界 我今天还清楚地记得 我在巴登的最后一天 和一位朋友走过葡萄园时的情景 一位种葡萄的老农对我们说 像今天这样的好夏天 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过了 如果天气一直这样好下去 那么我们今年的葡萄收成 将会比任何时候都好 人们将将来还会想到今年的夏天 不过这位 穿着蓝色酒窖工作服的老头 自知 他说了一句千真万确的话 在我每年到维亚哈伦的乡间小别墅做客以前 我要先在奥斯坦德附近的海滨小浴场 乐可度过两个星期 当时在乐可也同样是一片无忧无虑的气氛 度假的人有的躺在沙滩的障碰里 有的在海水里游泳 孩子们在放风筝 年轻人在咖啡馆前的堤坝上跳舞 来自各国的人和平相处在一起 尤其可以听到许多讲德语的人 因为临近的德国来英兰 年年都喜欢把自己度暑假的游客送到这比利时的沙滩上来 唯一的打扰是大声叫喊的暴通 他们喊着巴黎报纸上的下人标题 奥地利向俄国挑衅 德国准备战争总动员 你都收报纸 我看见那些买报纸的人的脸色都是阴沉沉的 不过那也总是几分钟的功夫 再说我们多年来早已了解那些外交冲突 他们总是在变得严重的最后时刻被顺利解决 为什么这一次不会这样呢 我看见那些买报的人 半小时以后重又高高兴兴的 劈劈啪啪踩着海水 我看见风筝在冉冉升起 海鸥在展翅飞翔 和煦的阳光普照着那片和平的土地 可是不好的消息越来越多 而且越来越带有危险性 先是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 接着塞尔维亚之乌特唐塞的答复 君主之间的电报往外最后是几乎不再隐蔽的战争动员 我也不再整天呆在那片片壁闭塞的小地方了 我每天乘电车到奥斯坦德去 以便消息灵通一些 而消息却越来越坏 海边依然有人游泳 旅馆里依然客满 堤坝上仍然有许多来消暑的客人在散步 欢笑聊天 不过在这样的生活中 我第一次加进了新的内容 人们突然看到比利时士兵的出现 而平时他们是从不到海滩上来的 安放在小车上的机枪 有狗拉着走过 这是比利时军队的奇特之处 当时我和几个比利时朋友 一位年轻的画家和作家费亚南迪 罗莫林克坐在一家咖啡馆里 下午我们是和詹姆斯斯索尔一起度过的 詹姆斯恩索尔是比利时最伟大的现代画家 一个非常古怪离群索居 性格内向的人 他曾为军队做过一些简单的 不像样的波尔卡舞曲和华尔兹舞曲 可是他为这些作品感到的自豪之情 却远远超过对自己创作的油画 他的画富于幻想色彩斑斓 那天他给我们看了他的作品 这本来是他很不乐意的事 因为他心中有一个怪诞的想法 希望有人愿意从他那里买走一张画 他的美梦是把画告假售出 但同时又可以把一切保留在自己身边 朋友们笑着这样讲给我听 因为他既贪图钱财 又舍不得自己的每一件作品 每当他脱手一幅画 他总有好几天甚至恍惚 这位富有天才的阿巴狗 有各种稀奇古怪的念头 使我们觉得很开心 正当这样一对用狗拖着枪的 士兵从我们面前走过时 我们中间有一位站起身来去抚摸那条狗 这使那个跟着的军官非常生气 他担心对一件作战用的家伙 表示如此的亲热 很可能有损于军队的尊严 我们中间的一个嘀咕说 部队这样频繁的调动干嘛用 可是另一个却激动的回答说 是得采取预防措施 也就是说一旦发生战争 德国人要从我们这里突破 不可能即便发生了什么事 法国和德国互相打的只剩下最后一个人 你们比利时人也可以安安稳稳的坐着 我非常自信的说 因为在从前那个世界里 大家还相信条约的神圣 然而我们那位悲观主义者却不让步 他说比利时采取这样一些措施 必然有道理 早在几年前我们就分文 德国总参谋部有一项秘密计划 一旦进攻法国 就从比利时突破 尽管条约有各种约定 不过我也同样不让步 在我看来 一方面成千上万的德国人 到这里来悠闲愉快的享受 这个中立小国的殷勤好客 一方面又在边境集结军队准备进攻 这是完全荒谬的 我说无稽之谈 如果德国人把军队开进比利时 你们就把我吊死在那根夜灯杆子上 我今天还得感谢我的朋友们 他们后来没有把我这句话当正 但是形势危急的七月最后 几天接着来到 每小时都传来一个互相矛盾的消息 威廉皇帝给沙皇的电报 沙皇给威廉皇帝的电报 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传 饶勒斯被暗杀 大家都感到形势越来越严重 一股不安的冷风突然吹到海滩 把海滩上的人一扫而光 数以千计的人离开旅馆 向火车让蹦去 纵然是最不容易受蒙蔽的人 现在也开始急急忙忙收拾箱子 连我自己也在刚一听到 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传的消息以后 就赶紧订了一张火车票 而且也正及时 因为那次奥斯坦德快车 已是从比利时开往德国的 最后一档列车了 我们站在车厢的过道里焦虑不安 每个人都在和另一个人说话 没有一个人能安安静静坐在座位上 或者看书 没到一站 就有人急冲冲走下车厢 去打听新的消息 内心却暗暗抱着希望 能有一只坚强的手 把这脱缰的命运重新拽回来 大家还是不相信这已经是战争 更没有想到会向比利时进攻 人们之所以没有想到这一点 是因为不愿意相信这种疯子开的玩笑 列车离国境线越来越近 我们通过了比利时的边境车站 维尔维尔维尔 德国的列车员登上车厢 十分钟以后 我们就在德国境内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